出国旅行了九个月 车辆一直放在国内的 然后前天回国了 昨天发现车辆面目全非 然后仪表台上面全是故障码 然后后来发现这个车也打不着了 然后这个方向板也是锁死的 好不容易找车 把这个车给帮电给它打燃了 打燃故障码 一样的是开不了车的 所以今天需要去修车 昨天充电 就停车充电充了三个小时 看一下能打燃吧 咦 故障码少了一个 现在 这两个故障码 现在锯站车能打燃 这个方向板能转了 那就能开出去了 我还说 看一下今天如果开不出去 我还得叫个偷车 前面有个车挡住我了 我打个电话 这就好太多了 好了 车方向板能转动了 故障码自动消消除了 你好 你好 麻烦你下路上车 嗯 嗯 好 昨天把这个车的保险买了 买了然后踩下来看车 结果发现这个车 就是 所有 就是电也断了 什么什么 车特别特别脏 然后 找了一个车 把这个车给打燃了 打燃了发现 这上面全是这个 全是故障灯 这个车带带防守防盗功能的嘛 我估计是因为 我估计是因为 就这个车长期停放 出一个断电的状态 断电的状态 它启动了自动保护 就是防盗的 然后昨天也不是 不是用钥匙打开的 不是不是 昨天不是用遥控打开的 今天 呃 是用钥匙打开的 然后今天 哎 怎么怎么怎么这么拗口啊 怎么这么乱啊 今天是用遥控按开的 把车门按开的 然后就可以 然后方向盘就能动了 你看这方向盘 昨天是怎么动都动不了 像今天 重庆这个雾太大了 现在都中午了 还是雾沫沫的 现在是去 4S店的路上 去给车 做个保养 然后检修一下 维修一下 因为有故障灯 然后又停了半年 我出发前 我才把车做了保养 然后停了9个月 这个必须得给车做保养了 这个车就是 3到6个月 必须做保养的 我这个停了9个月了 好大的屋啊 那和那么旧的路 若有人问我累不累 我真的会哭 这一路的艰难说不出 现在到了武林 这个地啊 好像翻地方了 以前在对面的 现在我都不知道在哪里去保养了 那么旧的路 武林事后 武林事后跑到这里来了 眼看着身边的人 都有了归宿 而我早已习惯了孤独 这是我停了9个月的车啊 反正在家里面能打扫了 我就打扫了 都当做成熟 忘记了痛苦 这打扫不了了 就只有来做保养了 当时把所有的委屈 都藏在身边 忘记了眼泪 这里不知道能不能洗车啊 如果能洗车的话 我就洗个车 洗不了车 我就全部不洗 如果有人问我累不累 我真的会哭 这一路的艰难说不出 幸福抓不住 再哭也只有自己清楚 一个人走了 那么那么久的路 有面伪装的 不在乎有谁能看出 眼看着身边的人 都有了归宿 而我早已习惯了孤独 一个人走了 那么那么久的路 如果有人问我累不累 我真的会哭 这一路的艰难说不出 幸福抓不住 再哭也只有自己清楚 一个人走了 那么那么久的路 表面伪装的 不在乎有谁能看出 全人是上车 换上车有 都有了归宿 而我早已习惯了苦涂 全是波斯网 挺太长时间了 这个是上次才换的 后桥 字幕是否则 在这边 从中间 在这边 上次 这边 就应该 心里 到底 我 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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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车改好了 有一定的问题 等下回去说吧 现在出去洗车 洗车回去给大家说我这个车情况